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几天天天悲观 一个礼拜 一个人要有勇气闭关也不简单 特别是女众 这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不是容易 试过的人就知道不是容易 没有试过的人也许觉得没有什么 那闭关是不是不导弹 不是啦还是有躺下去睡觉 这边来讲讲什么叫闭关 我们常常听说有人闭关 在那个闭关的地方看经书 写作 那个不叫闭关 那个叫闭关 真正的闭关是 把我们的圆耳鼻舌生意 尽量减少接触到其他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呢 用更多的时间来看我们内心的反应 这种闭关的情况有十个条件必须遵守 第一呢必须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范围多大以后自己限制 有些人只限制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 或是有些人把它限制在一间屋子里面 但是这个房间里面都是屋子里 必须要有厕所 自己跟自己立条约 那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呢不可以离开这个范围 不要违反食欲 这是第一个条件应该遵守的 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一天只吃一餐 过后呢就是喝百开水 第三呢 不可以啊睡午觉只有晚上九点到四点之间呢可以躺下去睡觉而已 那在白天呢以三个知识来修行 不是坐呢就是站不是站呢就是走 还有呢不可以靠啊 好像我们做到很辛苦了 腰酸背痛啊不可以靠鼻子给他休息一下 也不可以站住依着这个墙壁来休息 也不可以听闻佛法 不可以看佛书 看到人也不可以讲话 在这些条件里面呢最难的 你们算是哪一间 最小的范围倒不是问题 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你们猜想不到 不讲话还容易啊 体验过的人他就知道哪一件事情是最难的 最惨就是啊当你腰酸背痛的时候 你累到没有精力啊 坐下来啊这个腰要挺上来啊 他不停会一直要关下去的时候 你很想找一个地方来靠啊 但是你不能够靠 这个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经过的人他可以明白 这个身体里面的土壽产生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平衡 不能够保持平衡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这一点啊 假如说我们也是精疲力进来 我们可以躺下来一下子那没问题啊 或是可以坐在椅子靠给他休息 够了那没问题啊 或是依在这个墙壁啊 给他休息一段时间啊 没问题啊 问题就是说当你精疲力进的时候 你连靠连医都不可以啊 那这个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在第一天啊 到第四天这一段时间啊 那个心啊 你可以看到啊 你过去的那些烦恼啊 一幕一幕一直产生 一幕一幕一直产生 吸引个散乱啊 分痕啊 这个瘦呢 给你很辛苦 所以有些人不能够到一个礼拜几天呢 就跑出来 有些人硬硬硬硬硬硬硬 硬到发疯 不是讲开玩笑 但是这种发疯呢 不是长期的疯了 他只是暂时啊 吸引自己一种平衡啊 给他注射一些真经济 所以休息一段时间呢 他就恢复了 他就正常了 这只是一种压力 还有微笑面子的问题 不想出来啊 所以也会产生这样子 所以对自己要坦诚了 假如真的不能够的话 那就出来了 还是在长使 所以不容易啊 试过的人就知道 有时候真的是累到 做也不是 走也不是 站也不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心啊 他完全不想再修行下去了 那这段时间就看你的毅力了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 好像有些人他能够一个星期过去 然后再多一个星期 所以这次看我们平时的修行 不简单 有时可以尝试尝试一下 但是也要注意了 自己觉得真的不能够的话 那就出来 也没有所谓 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像天天他没有尝试过 他也想尝试 他说有一段时间呢 他去一个地方 还没有闭关 住在那边没有人跟他讲话 他觉得很闷 闷到啊 透不过去来 单单没有讲话 喜欢讲话的人呢 那也会很辛苦 比如说我们常常喜欢找朋友来讲话 当我们没有朋友来讲话的时候 那也会很辛苦 好像在这边约洗了 还有很多声音可以听得到 不会那种恐惧 假如你一个人啊 住在山东啊 或是住在森林里 你会感觉到很寂寞 你也会感觉到很恐慌 一个时候 一个人啊 住在前脉的森林里 那个时候慌到啊 连人家放牛 听到牛的铃声呢 你都会觉得很安慰啊 有朋友了 你看呢 你没有尝试过这种 寂寞 孤单的那种味道 当你一个人住的时候啊 住到很慌的时候 真的你很想找一个班 但是整个人里面没有人啊 慌到那个程度啊 你听到牛的铃声呢 你都会觉得很安慰啊 有朋友了 你会这样想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心啊 真的是很奇怪啊 为什么心会坦生这样的状况 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有时啊 闭关 寂寞 你很想看外面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 有时控制不了自己啊 要从那个风里面啊 偷看出来 看外面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 有时看到人家在扫地啊 也很安慰啊 看到人家扫地 我们也觉得很安慰 哎 我就问自己 他扫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这个心他就是看得很安慰 所以我们讲啊 我们这个心啊真的是有病啊 每个人的心都是有病啊 问题是说严重不严重而已 这种病啊还是可以控制啊 不像精神病的人啊 他不能够控制 其实呢 没有去尝试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内心的烦恼 因为这种烦恼 他是潜伏在潜意识里面 没有碰到这个环境呢 他看不到啊 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里面的烦恼就会产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禅修啊 你在密集的禅修里面 跟大家一会儿在修行啊 也许你修得很好 那也不见得你真的有那个钉 当你一个人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充满着危险的时候 那你是否能够定是另一回事啊 好像我们在retreat啊 像我们在讲retreat啊 都是一大班人 你不会感觉到寂寞 你也不会感觉到恐慌 因为有很多人在你周遭 你也不会感觉到危险 有什么生命的威胁 不会 你也没有任何的恐惧 任何的担忧 不会担忧到明天 会不会有十五次 因为一切的医师 猪跟药呢 都全部具备 药也有医生stand by 医生病人家来看你了 但是当你一个人住的时候呢 你假如在圣灵里面 你病起来的时候 没有药了 唯一最好的药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尿而已 自己的尿啊 可以治疗很多的病痛 所以在圣灵里面 当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呢 就是喝自己的尿 也许我们觉得 哇很热利的一件事情 当你没有东西做药的时候 你就喝了 好像以前我跟我的同修 两个人住在圣灵里面 他刚刚出家 他断食一天没有吃饭 第二天呢 他就吃爆头咯 你知道千迈的地方啊 他们不是吃糯米啊 因为我们的肠啊 一天没有吃东西 他粟小了 突然间吃double的那个饭进去啊 他就膨胀了 晚上他一点死掉了 因为都没有药嘛 所以唯一他的方法就是用那个烧水啊 弄烧烧 装在那个罐里面 跟他推 推这个肚子 希望能够缓和他 还好没有死 碰了一 早一个晚上啊 我以为他要死的 因为看到他那个情况啊 实在很严重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他又没有 路又这么远 那个医生又没有 药又没有 好像啊 假如是死了 最多明天通知他的父母 跟他拿去了 买掉耶 在森林里面是这样 也是 我一个同修啊 被那个蛇咬到 三更半夜 要去找医生 找没有车 还好那个蛇不会咬死他 第二天啊 他还收到城外去医治 还没有死 有一次 Karen啊 在东北部啊 被一只 不知道蝎子 或是蜈蚣啊 咬到 哭到去大声 他们安慰他 一安慰也哭 他们讲 哇一定死一定死 哇更大声 你问他 是不是 一直叫我们去找医生 我们说 晚上哪里有医生 我们去找那个村民来啊 村民他也看 不要惊啊 明天就会好了 他讲 因为啊 他们被蛇啊 被这些 蝎子 或是蜈蚣咬过了 他们看多 看惯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不害怕 他们先检查那个东 一看啊 他知道 不是蛇咬的 所以他说 不要惊啊 不会死啊 Karen啊 他冲到整个晚上 刮刮叫 刮刮叫 所以我们讲啊 平时我们没有去一些 比较恶劣的环境住 真的也不知道我们的功夫到哪里 所以修行是多方面 假如能够多方面去尝试那也是不错啦 对一个领众啊 像甜甜这样的勇气啊 那也不简单 我相信甜甜她过去 甚至修行人 你看啊 她的经历呢 一有时间她就修行 一有时间她就修行 只是呢 妈妈这条铁链 把它锁得紧紧 使她分过处理 那天我有讲到三条铁链 第一呢 就是太太 或是丈夫 第二呢是孩子 第三是我们的财产 大家想想啊 佛陀小龙 没有断掉这三条铁链 他也不能够处理生死 所以佛陀为什么 当这个罗后罗一出世的时候 他为他的孩子取名罗后罗 Rakula 巴黎文就是枷锁的意思 听到他的孩子出世了 Rakula出现了 就是这个枷锁出现了 所以当天晚上他就逃了 不敢再留下来 留下来呢 他又要在生死里面流转 当天晚上就离开王空 舍下他将来的王位财产 舍下他的妻子 舍下他的孩子 这三条铁链角度 任何一条铁链绑住你呢 你都会在生死轮回里面 要挣脱这三条独行的链锁呢 比要挣脱世间认他的枷锁更难 假如这三条铁链都能够切的话呢 那很好 现在亚信呢 只有一条铁链锁住 还惨我不知道有没有啦 但是还有一条铁链还没有出现 就是罗夫拉儿子的铁链还没有出现 假如再回去 过一年呢 可能铁链出现了 那绑得更紧了 现在圆府呢 还没有太太 还没有孩子 工作也放下了 铁链还没有 还可以来这边 义华也是这样 他是能够挣脱久 人不知道 可能要回去 被他锁上去也不一定 所以佛陀讲的很世纪 世间上没有任何铁链比这三条链锁 把我们锁得更紧 因为他使我们锁在生死里面 永远不能够处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处理生死的原因 看看佛陀呢 他已经断了这三条铁链 到最后呢 他也会来度他的家人 度他的爸爸 妈妈 太太 甚至他的孩子 以及一切的亲人呢 也跟他有缘的呢 他都把他从生死的 治安 度到生死的彼岸去 所以当时呢 也许很多人会骂 哇 西达都太太子很自私 心狠狠 逃下太太 逃下孩子 逃下父母亲 但是 假如我们从后来呢 他证了三八三菩达之后呢 回去度他的亲属呢 包括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他的太太 他的孩子 这一点来看呢 我们不觉得他有任何的知识 他真的是为了所有的人呢 做了很大的牺牲 你看他苦行的那个照片 博多讲呢 不论是过去或是将来呢 没有一个人的苦行呢 能够超越他 唯有是跟他平等而已 所以他的这种苦恨呢 已经是达到最极端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过他 只有能够跟他平等而已 所以这个不简单 所以一个人呢 像天天这样啊 过去一生啊 他一定修了很多事 才有精神的勇猛 所以我们也可以向他看去啊 接下来远辅 天天出来你就进去要吧 尽量啊 即使今生我们还没有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呢 那尽量累积我们的菠萝蜜 好像你们来修行啊 这些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已经剥下善的种子了 明白吗 他的那个菠萝蜜已经在成长了 不要轻看了 将来他也会生根发芽 我会把你的花带回去 有些也不是有些有些 有些地方是 有时就算我没有事 我在家里也是在家里 比较密关的 嗯 只是说我不认识道场的 嗯 把他想知道什么 嗯 那也很好啊 不要忘记 回家了 有机会还是修行啊 嗯 好 接受祝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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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